哈囉 大家好 我是Gilia 最近夏天到了洗面乳牙根的幻季 夏天啊 我們就去挑選一些 就是比較保濕清爽的洗面乳 洗了之後 可以讓皮膚比較乾淨的 不會緊繃 所以我們就到屈城市去挑選一些 夏天適合用的保濕型的洗面乳 結果我們就看到一瓶 屈城市他現在正在做特價 上網看了部落格他們的一些介紹 發現這一瓶韓國來的這洗面乳啊 大受好評 很多部落格都寫說洗完之後啊 皮膚就覺得很嫩 很滑順 泡沫真的很細緻 很綿密 是真的 那我們就想說 既然部落格也這麼推薦 那我們就買回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就買了這一瓶韓國來的 他強調說是牛奶 胺基酸 然後洗了臉皮 汙味超舒服的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來操作洗臉給大家看吧 將將 我准了洗面乳 洗臉海綿 臉盆跟乾淨的水 那待會我會洗我半邊臉 所以我今天會洗我的左邊這一邊的臉呢 然後洗完呢 就是來對照一下 好 那我們就只這樣一邊邊的洗面乳 我們來試試看 他是不是真的泡沫這麼的綿密細緻 就是像那個他的廣告 還有使用過的部落格介紹的這樣子 欸 給大家看一下喔 登登 大家有看到嗎 這泡沫看起來還蠻細緻綿密的耶 因為有的洗面乳洗起來 他的泡沫不會堆的這樣這麼高 那因為我只洗半邊臉 所以呢 我就一點點的洗面乳 沒有用太多 我覺得他的味道是很舒服的 有淡淡的這個花香 然後 哎呀 我洗到旁邊去了 好 他這個泡沫洗起來呢 欸 你真的覺得是很綿密的 很像日本的那種 蒟蒻的那種洗面乳耶 他這個很柔軟耶 我不得不說 他這個泡沫洗起來真的很柔軟 好 那我洗完了 現在我要把它洗掉囉 用清水把它沖掉 好 那我現在洗完我的左半邊的臉了 我個人是覺得洗完臉之後 真的舒服很多 我覺得我這邊還是很水潤的感覺耶 天啊 怎麼會有就是洗面乳 可以做得這麼厲害 洗完臉還可以讓覺得自己的臉保濕 就是水分很充足耶 真的是像他外包裝寫的 牛奶的成分在裡面的感覺 我現在真的覺得我的皮膚就是水蕩蕩 不會感覺到刺刺的 或者是很瘋 我完全沒有 反正現在就真的是非常舒服 清爽的一個狀態 這是我很喜歡的 我覺得很棒 所以你幫我看啊 你覺得我這樣洗完 你覺得我的皮膚有變化嗎 兩邊都是有光的 但是它的光的不一樣的在於說 你的右邊現在是油光 然後左邊現在是水嫩的光 他看額頭的部分都知道了 額頭的左右兩邊 感覺是右邊是很油 然後左邊是看起來是比較水嫩水嫩的感覺 我覺得下一集力可以來講解一下那個 他使用洗面乳的心得 你講的怎麼那麼專業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感覺蠻明顯的 今天就是我們使用新的洗面乳的心得感想 就是覺得真的洗完臉皮膚非常的舒服 很飽水的一個洗面乳真的 一年四季都很適合 那我覺得真的很推薦大家使用 可以去屈城市逛一逛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就結束囉 喜歡這支影片呢 就在下方幫我們點個喜歡 也可以分享給你看起來一定很髒的朋友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收看我頻道的人呢 記得也按下訂閱加的鈴鐺 這樣可以繼續收看我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